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目前唯一在美国职业拳坛发展的中国重量级拳手 2021年11月张志磊在世界拳击组织重量级排名第九 曾摘取北京奥运会银牌 多次拿到国际赛事的冠亚军的他 从1998年开始练习拳击 中国拳手如何在美国职业拳坛打出一片天 近日职业拳手张志磊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刚开始我练拳击的时候就是玩 就想着练两年之后 然后就不被别人欺负 就回了 刚开始就没有想过去拿成绩 然后练两年之后 然后感觉练得还可以 练两年之后都拿圈膜半斤了 就当之后慢慢开始脑子就想着去好好去练一下 对整个业余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早已在业余拳坛功成名就 但抱着如果没有打过职业拳击是一种遗憾的张志磊 在2014年从中国远赴大洋彼岸正式进入美国职业拳坛 开启了职业拳手的新篇章 面对职业拳坛的冲击张志磊也只能从头再来 我刚来的时间奥英雄第二 我业余成绩很好 美国这些打职业的教练包括队员 不认这个东西 你行不行上台就打 上台打了就知道了 你刚开始说大家还打过奥英雄 打几次之后你把他打服了 你把他打好 这样的 他们是尊重强者 你把他打败了 他们尊重你 他把你打败了 他们对你就不下去过 在美国打拼的七年的时间里 张志磊经历了母亲父亲先后离世 与妻儿常年分别 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 他仍坚持着循环往复的职业生活节奏 逐梦之路并不平坦 张志磊坦言 这些困难都没有改变38岁的他 要继续挑战世界拳王的决心 想啊 当然想 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我的拳不管是谁 让我打住你 绝对没问题 重量你的魅力就在一战 可能就有时候一场比赛 可能我前面十个回合 我的优势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我抓住一个机会 可能就那一个组合拳 就那一拳给猫玩 就是这样 重量级就是这样 在比赛那个结束里的 零声没有响的时候 一切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所以说我不惧怕和任何人比赛 因为我的水平和他们的水平 都在一个层次上面 只是说 有没有这个机会 拥有业余职业两段拳击生涯 融合了东西方拳击文化的张志磊 希望在未来退役后 能够在美国建设一个训练基地 帮助国内的选手 爱好者借助优良的资源 更多的了解职业拳击的技术 训练和理念 就是大力的去宣传 去推广 推广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全新 现在在国内 大众对全新的理解 感谢观看